我是每三个月就会发作一次 我发作的 我发作会怎么样 就是像阿诺刚刚说的 我整个人就是平的 我每天该做的是 就是送女儿啊 做早餐 做饭 买菜 洗衣服 我会做 但是我就像一个机器人 然后讲话 我对什么也没有兴趣 对我平时最爱网购嘛 我那三个月 发作的那几 可能我发作会一周 有时候会两周 有时候可能几天 我就不会做我喜欢平时做的事情 然后对任何事情都很无感 对我会这样 我们做的事情是每天都一直在重复重复重复 那我又是天平座 那我月亮又在双子 我上升在水平 我是一个 好乱哦 对就是一个风姿 我就是一个需要很多一些不同的刺激 刺激嘛 看起来很正常人的风子 对但里面就是乱的 我的线都是乱跑 所以每到三个月我就 来又来了 刚开始会觉得自己是不是生病了 可是后来就慢慢观察觉得不是 就是像篤林哥说的就是妈妈的倦怠 对那我就会去找一些方法 来让自己重新复活 什么方法 我觉得最快的方法就是找姐妹 尤其是妈妈跟我一样有一个同理 同理的心 就出去跟她聊天吃饭 我在刚刚站的时候我很开心 因为那是真实的开心 因为她就是我的全部 可是只要她一走的时候 我就没有了自己了 所以我觉得我现在是我在找回我的自己 这是一个很 就是所以这是 这个过程里头 我是觉得是一个好棒的历程 是 所以你知道吗 那一个瞬间是我找回我自己的时候 我又可以把我自己分享给我女儿 所以我去玩那个汤姆手投币 我就她玩这个 只要我可以跟她一起玩 我就会投币 然后在她玩跟她一起打怪物什么的 然后捞鱼什么 我就突然觉得好好玩 然后我就发现旁边的那种 有一些父母 他们都是比如说小朋友在玩 他们就都滑手机 然后就会说好了没 可以回家了没 真的 还要再玩一次吗 然后我内心就想说 如果叫选择的话 我真的喜欢这一种 就是我可以跟着小朋友 一直沉浸在两个人这样 快点 快点 那种感觉我觉得很快乐 这钱花了才有意义 对 就是发现说 可以从这些小地方 对 我就慢慢地找到一种 让自己快乐的感觉 要互相搭配 我也看过小孩子一直说 妈妈 我们回家了好不好 不要再逛了 妈妈回家了 妈妈是双子 然后女儿是 没有这个妈妈 妈妈一直逛街逛到失心风 有没有 孩子妈妈回家了 对 我女儿就会这样 妈妈无聊 你看完了没 每一个人都会面临到低潮 但是她平常习性做的事情 就是比较快速 不拖拉 当她想要做什么的时候 她都会立马先去解决她的问题 或想做什么她就会执行 所以当她低谷的时候 她就不会让自己 你知道每一个人都会有低潮 当她低潮的时候 她不会让自己停留一年两年 你知道好多人停留 一停留就五年十年了 对 太久了 这么久了 太久了 很久 很多人一辈子的 很多人一辈子卡在那边 好多人一辈子卡 Tel